这叫媒体最近流传一份据称是 伊斯兰党内部会议记录的文件 内容涉及国民联盟意图推翻 巫统主席拿杜斯里·阿莫扎西等人 引起了巫统高层相继施压 要求伊斯兰党清楚交代 不过身为巫统副主席的首相 拿杜斯里·伊斯迈·沙比里 面对媒体追访时不愿多说 至于伊党的领袖则一贯是否认有歧视 反而是调侃巫统炒作新闻 制造事端 动作新闻 一党全国副主席 拿渡易德里斯和同僚阿莫三苏里 早前发表的立场一样 形容有关文件为垃圾 驳斥对方的意图是分裂 马来政党之间的和谐 一旦分裂政敌的策略就成功了